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星星 在我们农村大小室都办酒席 但是有些酒席里到人不到 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跟我了解一下吧 大娘 今天多少年龄了 六十八了 生年那么好的 你也被打一腰腾腾腾的 大娘 你几个孩子 两个女 俩个女 两个女 也不能 俩个女也不能 俩个女也不能 俩个女的小夫 小棉袄 小棉袄 是吧 咱在农村觉得可惜 有的为什么跟以前不一样 都是人越来越少了 不显着热闹了 怎么回事 不显着热闹 这时候不显着热闹 农村的不 你想跟那样这么大的男的 他就上回大公司 都想拖到边 哦 怎么回事 大娘 你说就是该这能吹那种现象也多 谁知道多少 特别像拌酒系的 或者拌什么的 喝酒去做系的 是不是得凑啊 星星天 星星六星天的 你这臭天 什么的也搁着人去 是吧 有的人想着人去的越多,有些人在那 但是有的人就不长相,有的人就感觉是 闹得很少 有的不走心里面的吧 不走心里面的 小孩们去的多 除了闹的怎么的 闹的有钱的闹的 也有闹想的吗,感觉是 有点,我觉得有点 心里有心田的,感觉是 臭心里有心田的,感觉是 看着那多,有想着多把 借着的钱,有闹想的吗 闹着闹着闹着,不行,得臭心田 真是人少,还比不臭心田 赖不得人 人有的人多长相,人越多越人了 人都臭心,有心田 人多长相,感觉是人了,感觉在家人有面子 是不 通过和大娘聊天,大娘说了 在美农村这种现象也不少 但是人和人的思想不一样 有些人喜欢热闹一些 有些人在乎钱 但是西西认为还是热闹一点比较好 这样可以增加人之间的感情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吧 咱们下期再见